在大航天时代,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天气真好,院士召唤了双子星的孩子们开视频会议,来评价一下大家的表现。 爱童足卡最近不够活跃。 我的眼罩比较多,我和我爸爸露营去了。 这样啊,我昨天感兴趣的事情挺好的,大鱼小小,你们一直很稳定。 稳定?是表扬吗? 是表扬,至于威威安吗? 给你特别大批。 谢谢院士。 凭什么呀? 这是因为威威安她最近了。 没有通讯故障吗? 我去修一修。 院子连线开始。 食用者识别开始。 威威安识别完毕。 检测开始。 看来是天线故障了。 原来地球上的信号上传到卫星,然后卫星作为桥梁,将大家的信息连接起来,这样即使不在一个地方也可以相互通信了。 这就是特别表扬威威安的原因。 威威安姐姐真棒。 嘿嘿。 我要是有她的工程超能体,我也可以帮助大家的。 好呀,我就把我的超能体权限给你试试。 真够朋友。 院子连线开启。 大雨时节完毕。 超能体体动。 院子连线完成。 嘿嘿,谁有东西要修吗? 要修吗? 有有有,威威安,我需要你的帮忙。 威威安不在,我是大雨。 啊,大雨,修卫星,你可以吗? 有这个工程超能体,就放心交给我吧。 原来,月球物流站的定位卫星出了问题,现在物流车都混乱了。 乱糟糟的呀,大雨,靠你了,赶快的。 交给我吧。 这就是定位卫星。 呃,自动检测。 天线故障,姿态故障。 自动检测真好用,那该怎么修呢? 修理意见提供。 啊,不能自动修理啊? 那,我看看。 这个,那个,哎呀,这个,动力问题导致姿态问题,天线无法对焦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哎呀,大雨,我忙不过来了,你那边怎么样啊? 维克多,我正在想办法呢。 哎呦,你别想,拜托了,拜托了,我快被错五星星淹没了。 呃,这个,哎。 哎,好像好一点了。 哎,这样呢? 哎,又乱了。 哎。 好了好了,感觉快好了。 再来一点点。 恢复了,好耶。 嘿嘿嘿嘿嘿,好耶。 哥哥真棒。 维ог,你看我能办到吧? 极致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这样的修理会有后患。 什么后患?修好了就是修好了,对吧,维克多? 嗯,一切正常。 除了修理,我还想用改造组件,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 大雨为了证明自己也能做机械师,于是召唤了超级改造工程艙。 将卫星进行了改造 这个好 这个也好 最棒的就是这个了 哥哥 这是什么呀 你看 我改造的卫星 强化了能源 天线 最重要的是 给它加了超大功率推进器 大功率推进器 问题是卫星干嘛要飞这么快 飞得快不是挺酷的吗 就像我一样 你看 大鱼 电位又出问题了 这怎么会 电位卫星要在指定的位置才能工作 你让它飞出了工作范围 那我让它飞回去 这怎么了 控制器超出运行功率 故障 你别走 灰力太大了 我拉不住了 来 这下该怎么办呢 全线还给我 现在的月球快递中心 维克多的麻烦可大了 哎哟 哎呦喂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呐 大鱼 我修好了 好呦 大鱼 我修好了 好呦 能解决吗 我快不行了 卫星抵达指定工作区 定位恢复 定位恢复 天哪 麻烦终于解决了 看来机械师真的不好当 是啊 虽然超能体功能丰富 但是需要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才行 超能体虽然厉害 但是人更厉害 所以以后飞行的事情都都交给我吧 我还以为你要沮丧一下呢 谁知道这么快就恢复了信心啊 是啊 我们各自做擅长的事情 配合起来也很棒 大鱼是自信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伴随着日出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哥哥哥哥 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的吗 那当然了 太阳从东边升起 然后西边落下 这是常识 我觉得不一定 太阳系那么大 肯定有什么地方 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 在哪里呢 当着爱童的面 大雨打不上 这让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打不上又怎么了 我自己去找 我一定能找到 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地方 好啊 那我们打赌 好 赢的人可以满足对方的愿望 一言为定 量子连线开启 大雨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超能体启动 量子连线完成 为了寻找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证据 大雨决定去月球看看 虽然到了月球 可是月球的西边在哪呢 这边 这边 还是这边 这和地球不一样啊 这个交给小小吧 根据地球的旋转方向 去想出月球的东边 在这边 太阳还是 还是从东边升起来了 那明天我们换个地方再看看吧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大雨兴匆匆地就起床 叫上了小小 超能连线 这一次 它们的连线地点 从月球换到了火星 在哪看日出呢 哥哥 你看 这么高的山脉 你去山顶看看 这里的视角真不错 太阳升起来了 我看看 还是东边 小小 来不及了 我们快点 大雨小小 迫不及待地 从火星 换到了木星 在木星的一颗卫星 它们目睹了日出 太阳升起来了 但是 还是在东边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小小觉得 有点没兴趣了 今天 我们还要继续去 哥 我们不找了吧 不行不行 我还不想放弃 大雨小小 最近连线的次数 有点多呀 小小 嘿 院士 我在这呢 我说 你们两个的超能体 最近怎么这么忙啊 是因为我哥哥 在太阳系里找太阳呢 找太阳 不不不 不对 是在找 从西边升起来的太阳 我可以帮你们呢 院士院士 快告诉我 哪的太阳 从西边升起 直接说都没意思啊 快过来 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太阳系模型 好 现在让你们先做一个 有意思的游戏 小小 现在是太阳 大雨就模拟其他的习星 围着小小转圈 大雨 你现在是地球了 地球绕太阳转的时候 自己是游戏小冬转 好 转呀转 转呀转 有点晕 我好晕啊 好晕 我不晕 发现了吗 太阳在中间不动 你围着它转 就会出现 太阳从东升起的状态 哦 原来太阳从哪儿升起 要取决于行星 自己的旋转方向 哎 哎 它怎么是反着转的呀 哦 有了 天王星和地球的旋转方向不一样 那太阳在那儿就一定是从西边升起的了 大雨是对的吗 她觉得自己赢定了 于是叫了爱童做见证 啊 哎 太阳呢 嗯 东边西边都没有太阳呀 呃 啊 承认输掉吧大雨 我 想让你满足我一个愿望 哎 等等 你去哪儿啊 哎 大雨决定绕着天王星飞行 去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 真奇怪 天王星的太阳明明应该牺牲东落 为什么我却看不见呢 不对 现在看起来 大雨 有问题 什么问题 明明是我赢了 天王星就没有太阳升起 不对不对 你看 答案就在太阳系的地图里 为了证明 把你的光年眼镜借我用用 好啊 我很好奇 你能证明什么 大雨的猜想没有错 由于天王星离太阳实在太远了 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小 看 那个发光的小亮点就是太阳 原来如此 太阳在天王星确实是从西边升起 怎么样 我赢了吧 赞你赢了 那我的光年眼镜就送你了 好 大雨不光是争论 而且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大雨可真棒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天气真好 孩子们和妈妈一起回家 孩子们进行可乖了 爸爸你看 我帮妈妈搬快递 看我看我 我也来帮忙了 大雨小小又长大了一些 爸爸好开心的 要是我的快递能安示到就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爸爸需要的工作零件 不知怎么回事 迟迟没有送到 爸爸 我去帮你查查 我也去 量子连线开启 大雨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超能体启动 量子连线完成 宇宙里送快递的距离 比地球上远很多很多 所以 离爸爸最近的物流中转站 竟然在月球上 维克多 我是来找快递的 虽然我很想帮你们 不过我现在四只手都忙不过来了 这是怎么了 星际购物搞促销呗 我这个小快递站都装不下了 爆仓了 那我们自己去找 说起来简单 找起来难 面对无数杂乱的包裹 这 完全没有同志 要怎么找呢 第11990号 速往地址 哥哥 快递都有编号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啊 面对杂乱的快递 按编号分类之后 找起来就清晰多了 这是怎么了 整理 完毕 孩子们 你们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你们不是来找快递的吗 怎么帮我整理了半天啊 大宇小小觉得 按照编号去整理快递 就一定能找到 可是所有快递都在 唯独 没有他们的 奇怪了 我查查看啊 孩子们 坏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包裹还在飞船上 生气 生气 小小乖 小小别急 快递我多等等就是了 可是多等等 爸爸回家的时间也要多等等了 那不行 我们去找货运飞船 超能体切换 从月球切换到A178去 超能体下线 切换连线地点 超能体连线 推进者号 全长三千米 是月球与火星之间的主力运货船 要在其中找到一件货物 简直是大海捞针 放心 不会让我的同事洛克引导你们的 谢谢你 维克多 孩子们 我刚才找到了你们想要的货物 太好了 请跟我来 虽然找到了货物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它卡在了这里 没事 我自己去取 等等 哥哥 我动不了了 这里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是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改变照明光谱 启动紫外光扫描 原来是邻近的货物泄漏了 这是饿肚子了吗 这么没精神 妈妈 我们很努力地在帮忙 好不容易找到了包裹 可是送不出去 是啊 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东西 把我们给困住了 妈妈你看 你看 这不是强力透明凝胶吗 透明 黏黏的 还很强力 我的心都凉了 我的心也冰冰凉了 对付透明凝胶如果冰冰凉 那也许就好了 有了 洛克 我要吹冷气 特别冷特别冷的那种 可是这里又不是冰箱 宇宙本身就是个大冰箱 只需要打开舱门 我懂了 你用货舱没有人的属性 然后打开舱门 降低温度 不耐寒的凝胶 就这样渐渐地被冻住了 是时候了 打碎失去年轻的凝胶 这真是个好办法 好了 取走你们的快递吧 谢谢你 洛克 最近好离我爸爸好远 就算我们取到快递 飞过去也要好久 洛克 你想什么呢 还不快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 压箱底的宝贝 这东西能量消耗特别大 一般不会使用 不过今天是我们的工作食物 作为补偿 就特批使用吧 高能电磁弹射器 这是一种将电能转回为动能的装置 当输入的电力足够大的时候 它可以让物体加速 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加上宇宙中没有阻力 哇 现在 它的速度简直难以形容啊 哇 这样很快就可以收到了 爸爸爸爸 你看到了吗 高能电磁快递 没想到我会收到一个急速快递 我也没想到 你们现在这么能干了 爸爸做完工作早点回家喽 好啊 大宇小小能帮妈妈 又能帮爸爸 这谁能想到呢 反正孩子们现在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是周末 祖卡来找大宇一起玩 至于玩什么嘛 你们滑 看谁滑得更快 出发 看我呢 我第一 怎么样怎么样 要不是我碰到了石头 你才赢不了呢 反正是我赢了 不敷 小小大的重点 好开心 第三名 小小 小小 哥哥我要吃糖 好 我给你拿 是玉球糖 我也想吃 怎么只剩一粒了 比赛我赢了 我吃 等等 看我的 火星糖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比 赢了的人把糖都拿走 行 哎 在这里比伦华应该会非常有趣 为了和地球比赛不同 我们选择双倍重力怎么样 双倍重力算什么 加三倍 旋转产生的零心力将大家往外甩 而加快旋转速度 孩子们就会觉得更重了 原来一百公斤的东西 现在有三百公斤了 我那么使劲 怎么才花一点 高中一下 拼的是力气 原本大宇觉得自己的超能体会更快 谁知道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费劲 反而祖卡的大功率超能体展示出了优势 将身后的对手越甩越远 祖卡 你等等我 追上你了 好 麻烦了 在高重力下上一个小波也是天大的困难 这下怎么办呢 只要力量够就一定行 我也来 我也来 我追上了 锁定轮滑 还能这样的 还能这样的 原来与其靠冲 锁定轮滑后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在高重力的环境下 反而更有效率 我第一 嗯 嗯 嗯 诶 嗯 怎么会这样啊 我要吃了 嗯 嗯 一坡还有一坡高 比赛还没完呢 哎呀 这怎么办 这么高的坡 光是看就累翻了 哥哥 我们能把重力调低一点点吗 同意 调整重力 空间站的旋转速度下降 这样离心力就变小了 现在空间站的重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了 然而新的问题是 在低重力下 滑行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老是打滑 现在感觉像是在月球 月球 有了 你们在学习月球上的航天员 我也要来 我跳得高 我跳得更高 我跳得又高又软 有趣 轮滑比赛变成了跳跃比赛 看来在不同的重力条件下 比赛的方式也会不同了 怎么了 原来天空农场的重力范围是有限的 越靠近外围 重力越大 越靠近中心 重力越小 然后 小到没有重力 哥哥 我们脱离重力了 没事 我们回去就可以了 没有重力 又没有推进器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又不不比赛了吧 我们飞回去 不行 我可一场都没赢呢 对 继续比 再比下去 我肯定赢 但是怎么比啊 是啊 怎么比呢 虽然很想赢 但是在宇宙中这么飘着 这还叫轮滑比赛吗 哥哥 我们飘过重心点了 怎么办 哥哥 越飘越远 如果我们继续飘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机会 原来穿过中心点 他们继续往前飘 会再次靠近重力仓 终于来了 抢了 第一名 三个冠军 两颗糖 这下怎么办呢 我 你 我帮你 我们把两颗糖变得更碎 这样就可以分着吃 虽然我不想分 但是谁让我们并列第一呢 拿来吧 哪那么多话呀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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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 追降木星 唉 院士平时帮我们那么多 我们现在也该帮帮他 嗯 我同意 院士 我们决定帮你收回探测器 谢谢你们 但他离木星太近了 很快就要撞击大气层了 那还等着吗 哼 量子人线开启 待你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组卡识别完毕 超能体启动 量子人线完成 孩子们利用木星附近的超能体 很快就追上了目标 会星吗 不就是块小舌头 怎么这么大呀 看来我们要登陆了 哥哥 我跟不上了 那你就留在远处支援我们 嗯 祖卡 我们上 走 追向木星的会星 速度越来越快 不过大羽和祖卡的推力十足 追上了目标 同步完成 开始登陆 当超能体和会星速度一致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就像静止了一样 祖卡 我们登陆成功了 这感觉太有趣了 像是踩在一个小星星上 可是探测器在哪儿呢 这么小的地方 怎么都找不到 看下面 啊 原来就在眼皮底下 找到了 探测器捕获 我们是不 这是怎么了 不好了 快走 嗯 彗星怎么碎了 这是因为速度和重力 导致了彗星分离 好险呢 还好我们飞得快 可是探测器没有取回来 眼前一堆碎石 哪一个才是啊 不知道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一人去一个 可是我们两个人 碎片五个 不够数啊 这怎么办呢 哥哥 那让我来找找呗 靠你了 就这样 小小打开了探测雷达 飞行速度好快 而且他们五个挨得好近 我找不到了 小小 试试这个 强化扫描组件 强化扫描 虽然小小没有去追逐目标 不过他在远处 把自己作为一个卫星 在这五块碎片中 太好了 发现了目标 诶 诶 读卡 我们只要再做一次登陆就可以了 不对劲 感觉速度加不起来 没事 那就全力加速 温度过高 警报 警报 哥哥 你们已经进入大气层的边缘了 大气带来了阻力 再飞下去 我们就要收起来了 在高温和阻力的情况下 孩子们不得不停止追击 带着探测器的卫星 坠入了大气层 就差一点点了 认识 这怎么办啊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放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放弃 可是也没有办法 办法的话 或许还有一个 你们想想 一个东西冲向水面会如何 会沉下去 如果速度够快 而且角度合适呢 会打水漂 这颗卫星速度很快 坠落的角度也很合适 可它没有冲向水面呀 气体可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的密度比真空大 是啊 虽然有些气体它是透明的 不过高速撞击它时 情况就不一样了 机会来了 计算轨道 寻找下一次弹跳的路径 路径锁定 我们只需要找准机会 在最高处推它一把 那还等什么呢 灰星抵达最高点 起来吧你 我来了 大功率引擎 全功率启动 在孩子们默契的配合下 这块彗星脱离了木星重力的捕获 又重新挑在了宇宙中 耶 我们成功了 哎呀 我没能源了 我 也是 哥哥和祖卡真棒 最后的事情就让我来吧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真是漂亮的石头啊 作为奖励 等它运回来就送给你们吧 好 谢谢孙师 孩子们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谢谢你们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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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认识